好 我们再来欢迎到南韩在明天开始 将会跟美国一起举行 为期11天的自由护盾联合军演 这是韩美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军演 来看到韩美的媒体SBS指出 双方目前正在制定计划 尼米茨航母将为联合航母打击力量训练 跟航美日的导弹预警演习 跟朝鲜半岛联系起来 两国是计划通过这一次联合军演 加强对于北韩的威吓 而针对根据北韩的官媒今天的报道 有内部消息就指出说 北韩目前就已经决定 要对韩美联合演习隔空来进行军事展示 再来看到在大陆国家中央的 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李尚福 在今天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接任了原本的国防部长 魏凤跟上将的位置 他也是史上第一位 被美国制裁的中共解放军上将 他担任国防部长 被认为说是代表北京方面的强硬态度 我们来看到李尚福现年是65岁 曾经担任解放军多项的职务等职项 2019年7月的时候 他是晋升为上将的军衔 他在2017年时候 因为大陆购买了俄罗斯的军机 成为第一位遭到美国制裁的解放军上将 而星岛日报也指出说 大陆的国防部长是最重要的职责 是从事军事的交流 李尚福担任的防长 无一就是向美国来示威 中美军事如何交流 两国的防长要不要见面 都会变得非常的微妙 我们再看到中美大陆第14届的 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在今天上午举行第五次的全体会议 决定说国务院的副总理 国务委员等人选 其中呢 现任的大陆外长秦刚 是以56岁年纪晋升国务委员 秦刚前不久呢 才刚从这个驻美大使升为外长 现在又兼任了国务委员 短短三个月时间 就位列于这个国家领导人 也创下了大陆的政坛传奇 中国大陆人大公布国务员副总理 国务委员等人选 刚上任外长不久的秦刚 晋升为国务委员 短短三个月位列国家领导人 创下中国大陆政坛传奇 秦刚为国务委员人选 秦刚年今56岁 经历却相当辉煌 从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驻英大使 新闻司司长 礼宾司司长 到2018年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2021年出任中国驻美大使 时逢中美关系脆弱 虽然在美国并未见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尽管被封为战狼 但人积极与美国商界和民间 沟通互动 被媒体分析身段柔软 颇受重用 秦刚之所以被认为是传奇 是因为王毅当了11年的政部级外交部长后 才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 而秦刚在两会开幕 以外长身份召开的首场记者会上 言辞犀利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 不发生冲突 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但这办不到 同时针对台海议题 秦刚更借助道具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成为全球媒体焦点 台湾问题之所以产生 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之所以同美国谈台湾问题 是要求美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2023年被中国大陆定调为开局之年 两会期间更在王毅主导下 斡旋伊朗与沙吾地阿拉伯之间仇恨 中美博弈角力显然更行激烈 秦刚未来的挑战将考验它 快速升迁加注在肩上的压力 记者离京综合报道